看见台湾带着一群布农族的小朋友 在玉山峰顶上唱歌的 南投罗纳国小校长马彼得 在齐柏林坠机当天 率领合唱团到台南表演 他也在致辞时一度难过 流下眼泪 他表示当时齐柏林用诚恳 还有善良打动了他 让他无偿投入看见台湾的拍摄 没想到事后 齐柏林居然偷偷地捐了十万元给合唱团 让他相当感动 用歌声哀悼导演齐柏林 他们是南投罗纳国小校长马彼得 率领的原声同声合唱团 想到好友齐柏林马彼得几度哽咽 转身背对观众默默低声痛哭 连后头的小朋友也全都湿了眼眶 马彼得和齐柏林的渊源 从这里开始 玉山封顶拿岩石当舞台 布农组小朋友用歌声 让世界看见台湾 这一幕感动了许多人 但其实马彼得说当时齐柏林听到合唱团愿意无条件上玉山山顶拍摄 既感动又抱歉 偷偷汇了十万元给合唱团 事后他得知才请赞助商回捐一百万元给齐柏林拍片 齐导演带着他的一个片段 影片的片段放映给我看 那非常震撼人心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全力的去支援这部片子的拍摄 回忆当时马彼得说齐柏林用诚恳和善良打动了他 这回他们也会用和当时一样响亮的歌声向他道别